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鏡日談 我是艾楚怡 贖罪日戰爭50周年之際 巴以衝突的陡然升級震驚世界 哈馬斯一舉打死至少700名以色列人後 以方聲稱這是以色列的珍珠港時刻 以軍迅速大規模的報復 甚至重新佔領加沙已被廣泛認為見在線上 以總理內塔尼亞胡說 我們正在開始一場漫長而艱難的戰爭 以色列國防軍已經征召大批的預備役軍人 目前在加沙地帶邊境 雙方交火和戰鬥仍在持續 哈馬斯領導人稱 已經有足夠多的以色列俘虜 能夠讓以色列釋放監獄當中的 所有巴勒斯坦被壓者 巴以此輪衝突將會如何演變 哈馬斯用人質換球的計劃能否如願 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巴以局勢 多國呼籲衝突的雙方保持克制 美國總統拜登稱 美國將與以色列站在一起 堅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行使自衛權 另一邊 中東多國出現支持哈馬斯的活動 伊朗方面稱支持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 黎巴嫩真助黨響應哈馬斯的號召 對以色列北部發動了火箭炮襲擊 巴以衝突會否外溢 衝突規模又會否進一步的擴大 在多方博弈下的巴以局勢將會如何發展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中國社科院 中東問題專家鷹鋼先生做分析個點評 先通過新聞短片了解一下相關內容 以色列8號繼續發起報復性空襲 為哈馬斯提供資金的 加沙伊斯蘭國家銀行大樓 遭以軍轟炸摧毀 大樓受損嚴重 並冒出滾滾濃煙 以軍稱已經襲擊了加沙地帶的 超400個目標 包括隧道 清真寺 以及哈馬斯官員的住宅等 多個建築物已被夷為平地 入夜後 加沙地帶也遭遇猛烈砲擊 此外 以軍宣佈 正在撤離臨近加沙邊境的 25個城鎮的居民 並將根據具體情況 進行進一步的疏散 以軍發言人哈加里表示 以軍將對邊境地區進行搜索 以確保沒有哈馬斯人員藏匿 以軍還表示 已經成功控制 被哈馬斯滲透攻擊的地點 並擊斃數百名武裝人員 俘獲數十人 以軍也發放視頻 顯示槍戰後解救了一批以色列人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也宣佈 以色列進入戰鬥狀態 將讓敵人付出沉重代價 防長加蘭特更生言 加沙地帶付出的代價 足以改變數代人的命運 以色列總統 發表講話 稱一定能贏得戰爭 以色列國防軍的發言人 在接受CNN採訪的時候 形容這是以色列的珍珠港 時刻 整個系統都失領了 其實過去十幾年經過發展 以色列已經成為了一個科技強國 它有著世界一流的情報系統摩薩德 和非常強大的武裝力量 但這次看到以色列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您覺得真的是情報系統失責所導致的嗎 這次以色列事隔50年之後 再一次被打了措手不及 兩個原因 一個是大家都說的 什麼情報失領等等 情報失領甚至還包括 以色列預警系統的勢力 這裡面存在著一個技術上的可能 就是哈馬斯在外界的幫助下 對以色列的預警系統的干擾 有這種可能 另外兩個就是 可以確定的明顯的原因 是哈馬斯在過去一段時間 將近一年的時間裡 成功地搞了一次戰略欺騙 這個戰略欺騙呢 欺騙了以色列人 欺騙了全世界的人 也欺騙了所有的政治家和專家學者 沒有人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之所以這樣說 你看我們上去做巴以問題的時候 是今年4月 那一次受到伊朗支持的吉哈德 經過編密的安排挑起理論衝突 這個衝突到前不久才剛剛有所停歇 在這個幾個月的衝突當中呢 哈馬斯是按兵不動 不參與 表現出一種比較高的政治姿態 而傳來的消息 又是他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實現內部和解 要商討在今年年底以前舉行新的大選 甚至呢還要提出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當然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要修改章程 一切跡象表明的就是 哈馬斯要採取和以前不同的一種政治姿態 結果突然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這個戰略欺騙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以色列人說它是珍珠港事件 並不為過 還有一個就是選擇的時機 10月7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以色列剛剛過完了為期一周的祝彭節 哈馬斯發動進攻的是第八天 第八天是託拉節 就是休息了七天之後要跟念經啊 什麼什麼 而且時間是早上6點 可以這樣說 全體以色列人 絕大部分 包括一些搞預警的 搞值班的一些軍人 基本都在家裡 都在床上 還沒起床 因為放假了嘛 是吧 我們看到 哈馬斯的這個 突然襲擊 就是把以色列打 確實是措手不及 由於沒有戰略預警 以色列就是 完全是疏忽一種松弛的狀態 軍營是半空的 警察局也是半空的 以色列本土和加沙的邊界的 布防力量屬於最低水平 是吧 有一些港龍是無人值班的狀態 結果哈馬斯就採取了一個突然的襲擊 所以呢 一個是戰略欺騙 一個是利用截假日休閒時期 去發動突然襲擊 所以這次從技術上講 從軍事部署上講 哈馬斯非常成功的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在10月8號宣佈 正式地向哈馬斯宣戰 同時以色列的國防軍呢 也發起了針對在加沙地帶 巴勒斯坦武裝力量的一個鐵劍的行動 您覺得接下來以色列 會用什麼樣的程度去報復呢 這一次和以前 以色列和哈馬斯加沙附近的衝突 完完全全是兩回事 首先應該明確地說 世界媒體並沒有這樣說得清楚 就是加沙不是一片被佔領的土地 加沙地帶沒有一寸土地是處於佔領狀態 以色列和加沙的邊界 所以是嚴格地按照1967年邊界的標準 這樣來執行的 以色列在1965年已經把加沙地帶的 猶太定基點和歷史上 就存在於加沙的本土的 加沙本土的猶太人全部 強制地撤出了加沙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已經完全地 擁有和控制了自己的這片土地 三百多平凡公里的土地 然後2007年通過非常殘忍的內戰 哈馬斯擊垮了巴勒斯坦人民族全力機構的武裝力量 擊垮了巴掘組織和巴塔赫 非常殘忍 單方面的控制了加沙 使得就是 哈馬斯成為加沙的地帶唯一 對這個地區的安全民生負責的一個政治實體 內塔聯合已經宣布 進入戰事狀態已經宣戰 要反擊 這個反擊會很猛烈 採取的基準行動會延續很長時間 而且如果分寸掌握不好的話 可能會倉促的引起不必要的反應 比如約戴河西岸的某種暴動 比如約戴河西岸 潛藏的一些哈馬斯和吉哈德分子 和巴解組織內部的一些極端分子 可能會對巴勒斯坦人民族全力機構 發起某種襲擾 會爆發新的內亂 比如黎巴南珍州黨 可能會找藉口 在以色列北部開闢第二戰場 所以以色列是要反擊 它有權利 因為它的國土受到了侵犯 它的領土主權受到了侵犯 它有權利這樣做 以色列的媒體說 以色列可能會有第二批的行動 那就是入侵架沙 其實包括內塔尼亞湖在內的 以色列的領導人 一直以來都是抵制對架沙地區 進行一個地面的行動 您覺得這次以色列會進入架沙地帶嗎 以色列打擊架沙已經發生過多次 10周年內 2009年 就是人民去以色列就不會進入架沙 而且進去 除了南山湾會很大 但是以色列還是進去了 後來又進去過 這一次我們可以確確地說 以色列還會地面進攻加沙 至於什麼時候 什麼烈度 採取什麼步驟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總之就是這一次使得以色列 必須下定結婚 必須下定結婚 對比哈馬斯進行最大程度的摧毀 而且以色列必須準備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 可能會有上千名士兵的死亡 根據半島電視台透露 哈馬斯是俘虜了數十名以色列的軍官士兵和平民 而且哈馬斯還表示說 有足夠的俘虜讓以色列釋放 所有在監獄當中被關押的巴勒斯坦人 您覺得以色列這次會釋放這麼多巴勒斯坦人嗎 這個是很遙遠的將來的事情 你說會不會最終會釋放 但是不會像哈馬斯 這次那麼自信的說 我們有足夠的人可以交換 交換回來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哈馬斯的人 沒有是哈爾法達赫的人等等等等這些 哈馬斯的這種幻想不可能實現的 沒有那麼容易 這一次如果是以色列僅僅是考慮人質的安全 縮手縮腳的話 那麼哈馬斯無疑就佔了上方 而且這個人質的安全的確是一個問題 如果是強行突入袈裟 再逐步推進進行徹底的傾角 人質的安全確實是不能保證 但是你要看到這些人質在複雜的加沙地道系統裡 是隨時處於轉移狀態 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 而且他們不會集中在某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事情就會拖得很複雜 時間也會長 現在根本就不是討論怎麼解救人質 怎麼換俘虜這個事的時候 那您覺得哈馬斯俘虜了這麼多以色列的人質 對於後續以色列報復的烈度跟規模 會不會受到限制跟牽制呢 會讓以色列也投鼠即棄 但是不會是這麼簡單 以色列不會說看著地道就炸 他要確定目標地道裡有什麼人 以色列也不會說哪個地區可能藏著人質 就不對這個地區展開進攻 軍事行動影響會有 人質也可能會受到誤傷 這些事情都是可能發生 但是不會影響以色列反擊和盡量摧毀哈馬斯的決心 您覺得這次哈馬斯發動對以色列的空氣 它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哈馬斯這次發動對以色列的戰爭 有它自己的原因有外在的原因 首先它國際上得到了伊朗的支持 事後我們看到全世界只有伊朗 對哈馬斯發動這次戰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事實也會越來越多的事實也會證明 這次是如果沒有伊朗的支持 哈馬斯是不敢這麼做的 同時哈馬斯這樣做 和他們過去一年以來所表現的政治姿態是完全不相符的 這個就說明他們第一對政治姿態 巴勒斯特內部他沒有什麼信心 第二他試圖想通過這個來滿足維持巴以衝突 維持以色列佔領的這樣的願望 哈馬斯這樣做他認為他可能會取得巴勒斯特內部的政治主導權 因為如果要進行下次大選的話 吃虧以死虧就是保經磨難的巴勒斯特人 不一定會以選票把哈馬斯拱上台 哈馬斯他是一個宗教政治組織 他也從骨子裡不願意接受巴勒斯特的民主權力機構 這種世俗的民主建國的理念 所以剛才我們講得很清楚這是一種戰略欺騙 它過去一段時間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假象 以色列上當了 美國上當了 全世界都上當了 我們都知道巴以衝突其實有著很深的一個歷史源源 雙方的矛盾間接連來是發生了怎樣的一個變化 何以發展成為這次這麼大規模的一個衝突呢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已經和解了 他們已經在1993年達成了奧斯陸學議 他們已經在1993年達成了奧斯陸學議 巴勒斯坦已經宣布要通過政治手段和平的建國 以巴之間已經實現了和平 只不過沒有完成關係正常化 沒有完成巴勒斯坦建國這個長野目標 為什麼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呢 93年奧斯陸學議簽訂之後 緊接著第二年 阿拉法特就率領他的八級優勢隊已經改變成警察了 穿著警察的服裝 回到了加沙 回到了越南和西岸的一些主要的城市 以色列呢 在一年多的時間 每隔一段時間就交還一個城鎮 而每交還一個城鎮的時候 當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上午 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塔拉威夫 哈馬斯一定要炸一到兩輛滿載乘客的公共汽車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人體炸彈 而是就是把炸彈搁在手提包裡的時候 放在汽車上 然後自己下車 這樣炸了六七次之後 以色列的這些民族主義者 一些激進分子就不幹了 說這不是土地化和平 這是土地換炸彈 於是就把主持土地化和平的 以色列總理拉賓 和平槍殺了 這導致了和平進城的中斷 那麼那上次的中斷呢 就是發生在95年96年 誰顛覆的和平進城 誰中斷的和平進城 就是哈馬斯 這一次 哈馬斯他看到了 又有可能實現 以色列和巴勒斯人之間的和解 這個大前提就是沙特 沙特和以色列正在搞關係正常化 沙特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大的國家 也是巴勒斯坦最大的軍主 六十年代中期的時候 中國是第一個站出來支持發達赫 支持巴基組織 展開獨立建國運動的 而資金主要是來自沙特 而沙特一貫的立場 也就是說 阿拉伯世界整體的全體的 在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礎上和以色列建交 如果這個目標沒有滿足沙特 也和其他的阿拉伯國家一樣 同以色列建交 那麼巴勒斯坦問題就會進一步地被變延化 這個歷史的罪責就會掉在巴勒斯坦人頭上 而巴勒斯坦人自己反省 他們也會發現很容易發現 和平進程是哈馬斯給顛覆的 那在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之後 您覺得接下來沙以河談的進程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會擱置嗎 沙特和以色列的和平進程毫無疑問它會中斷 但是還會恢復 無論是哈馬斯還是伊朗 不可能以自己這種冒險的行動 去完全阻斷以色列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和解 哈馬斯不可能調度沙特的外交政策 會製造一些困難 會拖遠一些時間 但是以色列和整體阿拉伯世界 實現關於正常化 這個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因為沒有必要再衝突下去了 謝謝殷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下節回來繼續帶您關注 國際社會關注巴以局勢 促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 拜登稱堅定不移地和以色列站在一起 然後中東多國出現支持哈馬斯的活動 此次巴以衝突會走向何方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一會見 新聞記事談歡迎您回來 國際社會關注巴以局勢 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 美國及歐洲多國譴責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平民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同多個美軍高層通話 確保美方在夜間依舊能以最佳狀態協助以色列進行防禦 俄羅斯就呼籲雙方立即停火 中東多國有支持哈馬斯的活動 在德國柏林 大批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高舉巴勒斯坦旗制 告呼巴勒斯坦終將自由的口號 與防暴警察對峙 有多人被捕 據悉有一名警員受傷 一輛警車被石頭砸破擋風玻璃 當地早前由反以色列組織 三路人派發烘焙品 預祝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勝利 在約旦 當地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與工會成員 在阿曼的工會大樓面前 告呼口號 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示威者促進約旦政府 撕毀與以色列的合約 驅逐以色列大使 支持巴勒斯坦抵抗運動 並呼籲阿拉伯國家 停止與以色列尋求正常化關係 在伊拉克巴格達 示威民眾焚毀以色列和美國國旗 抗議以色列當局迫害巴勒斯坦人民 並慶祝哈馬斯早前對以色列的襲擊 以色列向哈馬斯宣戰後 當地努甲巴運動舉行閱兵 聲援巴勒斯坦抵抗運動 在黎巴嫩南部 大批真主黨支持者騎著摩托車 聚集在小鎮喀法基拉 這個小鎮鄰近以色列小鎮 沒圖拉 示威者聲援哈馬斯 反對以色列付國主義 在巴基斯坦卡拉旗 聲援哈馬斯的示威者 焚燒美國和以色列國旗 支持巴勒斯坦抵抗運動襲擊以色列 呼籲穆斯坦國家團結起來 對抗有太復國主義的侵略行徑 對於哈馬斯襲擊以色列 我們看到美歐國家 是一邊倒地予以譴責 但是在中東地區 有些國家是對哈馬斯表示支持的 各方的表態您如何來解讀 在中東出現了 支持哈馬斯的一些民眾示威 這個並不奇怪 有哈馬斯的支持者 中東許多國家都有一些什葉派的信徒 但是在國家層面上 並不能說許多國家支持哈馬斯 只有伊朗支持哈馬斯發動戰爭 在國家層面上只有伊朗 其他的國家都是 譴責以色列報復等等 完全是兩回事 至於譴責哈馬斯是世界上 絕大多數國家 因為許多國家還沒有表態 歐洲的國家是沒有例外的 全都是譴責 因為敵其確它應該譴責 以色列的領土主權完整 平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也應該得到聯合國憲章的保護 所以外界就在猜測 這件事情的背後 跟以色列的宿敵 伊朗到底有沒有關係 伊朗到底有沒有直接參與其中 我們知道1979年伊朗 伊斯蘭政權建立之後 就確定了以色列式目標 而且在2007年 哈馬斯通過內戰 取得了對加拿大的控制之後 得到了伊朗的喝彩 伊朗訓練哈馬斯的武裝人員 為哈馬斯的所謂劣勢家屬提供輔助資金 像通過鴻海通過西內半島 通過埃及和加沙地帶的地道 給哈馬斯提供技術支持 武裝支持 他是哈馬斯的金主 是扶持者 所以他當然支持哈馬斯的一切舉動 而且哈馬斯的領導人 是經常去德黑蘭 去拜見伊朗的領導人 伊朗並不掩飾這一點 你看伊朗的宗教領袖 伊朗的總統 掩飾過他們對哈馬斯 這次發動戰爭的支持 沒有 他們覺得應該這樣做 當然這個跟國際社會的主流 跟聯合國現狀是完全違背的 所以這件事情發展到最後 伊朗會受到很多的壓力 就是伊朗的國際地位 對他的環境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哈馬斯還號召了黎巴嫩的武裝組織參與 我們看到黎巴嫩的真主黨表示 會密切關注事態的變化 如果這些組織加入 會給哈馬斯帶來什麼樣的幫助嗎 同樣哈馬斯呼籲真主黨趕快參戰 他巴不得大家都來參戰 使自己不歸地給自己解圖 但是黎巴嫩真主黨是一個 比哈馬斯要成熟得多的政黨 他也不會聽送哈馬斯的 調遣 不能排除 今後黎巴嫩真主黨也會參戰 但是這個跟哈馬斯的呼籲兩回事 黎巴嫩真主黨是以色列扶植的一個 一支政治力量 也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之後 把原來的什葉派的阿麥勒民兵運動 改造成了真主黨 真主黨經過多年的發展 也同以色列交戰過多次 也知道戰爭的厲害和他戰爭的危害 同時黎巴嫩真主黨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 已經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他不會輕易地去配合哈馬斯的這種冒險舉動 從來毀了自己的政治現場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7號緊急 同美國總統拜登通了電話 拜登也是重申了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 是一如既往劍如磐石的 您覺得美國會如何支援以色列呢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對以色列是不大感冒 就是沒有關係疏遠 總是批評以色列擴建定基點等等這些 同時就是幻想著能夠讓伊朗改變在地區的形象 放鬆了對伊朗的制裁 而這一次哈馬斯的舉動 而這一次哈馬斯的舉動 事實上是幫了伊斯利 幫了內塔尼亞胡 也狠狠地教訓了一下拜登 拜登必須非常鮮明地扭轉 自己對中東一些主要問題的立場 一些表態 所以最後還是期待 和平早日降臨在這片土地上 非常感謝殷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再會